直播继续,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晚2018年钢架雪车欧洲杯德国国王湖战传来好消息 中国21岁的钢架雪车选手延闻岗创造历史 他以两次滑行1分42秒85的总成绩夺得该战的冠军 延闻岗创造了中国钢架雪车选手在欧洲杯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获得冠军是中国队的历史性突破 此前,延闻岗的队友耿文强曾在欧洲杯温特贝格战中获得第三名 延闻岗1997年7月1日出生 目前他的技术提升很快 在本赛季的北美杯惠斯勒战的比赛中 延闻岗就曾获得第二名 希望在这些好成绩的激励下 中国钢架雪车的选手们能够继续努力加速前进